我愧的女友祖 阳边故意 这个传逻男性的身段表情唱腔 你觉得最困难的点在哪里 应该是眼神吧 因为你唱腔的共鸣点 你是可以转换的 你怎么样让女主角 不会看到你的表演 是觉得在跟一个女的演戏 她一定会看到你的眼睛表演 你如果没有让她觉得你是男的 她没有办法入戏 三分天煮丁 七分口打拼 那我因为从小就生长在歌仔细世家 所以呢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听了歌仔细 耳濡目染 所以我觉得天赋之外呢 你如果不是再很认真的去学习 也达不成一个到一个成功的阶段 因为我在我家 我缺什么角色 你就是老板的女儿 你就要补替什么角色 所以几乎是生诞季末首我都会演 我第一次登台 三岁的时候是演小朋友 然后到正式要 我父亲希望把我带在身边的时候 我就跑龙套啊 我就不喜欢演歌仔细 就那时候有一句黎俗语 叫做 北部副生死 新章来造型 就是好像家里的环境不好 那你知道同学之间都会比较嘛 那我都不敢带同学回家 在那个时候跟着爸爸 父母亲生活的时候才发现说 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后来我就跟妈妈讲说 要不然你就随便派个角色让我演吧 被发现说你在演这个男主角上面 特别有潜力吗 不是 是身高的问题 刚开始上台是演小蛋 我就常常比喻啊 其他的小蛋都这么矮啊 只有我是这么高啊 答应要开始学戏的时候 我就早上四五点起来 刀枪剑戟跑圆场 我觉得我既然已经决定要做了 我就不会放弃 从我家到杨丽花歌仔戏 那种是从井底之蛙跳上岸 然后跳上古井 然后来看一个大千世界 我觉得以身为一个 传承台湾文化歌仔戏的 专业演员为荣 要拍歌仔戏真的没那么简单 就是他的SOP流程太复杂了 原本有一点想放弃 做完嘉庆君的时候吧 类似类在断层 人才断层 不是没有人想演 也不是没有人想看 是幕后的团队 像我们的编剧 不是会写古装编剧就好了 歌仔戏你必须要会文言文 你要历史底蕴的 哪怕刀山一剑海 房子小人沒人管 一心要找王寶川 誰會寫 是真的 編劇斷層 字錦斷層 書頭斷層 化妝斷層 服裝斷層 然後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要一肩扛起 我為了嘉慶君 我賣了兩棟房子 隔天才想說不對耶 三棟耶 我們總結過嘉慶君有台灣三十幾 我們累積的觀看人數一千五百萬以上 我們負有的責任是 第一傳承台灣文化 傳承唯一源自於台灣的戲曲文化 第二是傳承台語文化 台語裡面有很多文言文 百話文還有李淑語 小朋友幾乎不會說了 我覺得現在就是告訴大家說 只要你肯努力 就會被看見 其實我接受每一個任務都很努力去做 包括來GF EMBA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來上課 我不會當我自己是明星耶 在這個圈子裡面 你知道說你不是一個人可以成就一件事情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書也不是讀了很多 所以我斜槓很多 我都抱著一個學習的心態 你去各行各業絕對有專業 你覺得可以學習到更多東西 其實我的家庭跟楊阿姨他們都蠻傳統的 所以楊阿姨不會輕易的稱讚你 誇獎你 所以他們是不會把愛說出口的人 我跟楊阿姨在一起的時間 比我跟父母親在一起的時間還要長 然後我父母都很開心說 覺得我很幸運能夠遇到楊阿姨這樣的貴人 妳就要比較愛你楊阿姨的喔 她永遠不會覺得說 我們一個女兒好像讓你唱去 然後楊阿姨也知道說 我是非常尊敬她的 那種感情不知道是幾倍修來的 我要對我媽媽 還有跟對像我媽媽的楊阿姨說 我愛你們喔 我愛你